本身我們在港島有數碼港 而在新教我們都有科學園 不過我們做這個研究報告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 其實無論數碼港是科學園都好 其實它都不是很近我們所謂的核心商業區 而我們看回一些外國 無論是美國、英國、荷蘭等等的地方 其實我們發覺到 他們的創新緣區 Innovation District 其實都很近他們的CVD 所以其實我們就覺得 香港都值得去參考這個模式 而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九龍東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理想的 為甚麼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其實它交通已經本身規劃好 已經是比較完善 而第二方面 就是其實它附近也有些很好的大學 例如說好像科大、理大等等 而且它附近也有些R&D Center 例如說好像Konkong Vita 或者HKPC 所以其實我們就覺得 在這個位置是適合的 當然我們都看過少許 其實我們發覺外國的創新緣區 亦都會有一些 專門給它做測試的一些地方 這個其實正正可以配合 香港政府本身上去 九龍東的地方 去做Smart City 其實它這些測試的措施 其實是可以幫助到 我們發展這些創新緣區 所以種種原因之下 我們就覺得 在九龍東的位置比較適合 而事實上 我們報告也都嘗試提多一點 就是在九龍東的地方 到底哪一個位置比較好呢 我們發覺在九龍灣行動區方面 其實是比較理想的 有一點點 如果你們有些人會比較好 要不要再問我們 我們有些人會有很多 在九龍東的地方 那是因為 我們可以再問我們 我們會在九龍東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不在一起 我們會不會再問你 我們會不會再問你